民主教导的心事 主教导的意思是 一路人 不必要求其他人 就要求其他人 但如果求其他人 你得到其他人 你求其他人 不准 一路人得病 如果主动寻求 向他人寻求祈祷 治病 那是一种不准 受证悟的行为 你自己得病人 可以自己用祈祷词 治病 你会念 古兰经的开端章吗 每一个 都会念 他可以用自己念 多少种 来治病 我们的先知 就用祈祷词 来治病 但是不要主动 去要求别人 为自己 祈祷词词词 但是有人主动 为你 祈祷词词词词 那是可以的 不要主动 去祈祷词词词词 一个人应当 直接向阿拉 去祈祷 那